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蔓果 今天我們來玩一下 超級認天堂 但我們今天不是要玩 是要來測試 每一種 超級認天堂的畫質 那我們用大道 五右衛門來測試 好 就是後面你看到的這個 那我們準備了 原版的超韌 還有 迷你機的超韌 還有 Hepkin的三合一 三合一也就是有 紅白機 還有超韌 還有Hepkin超韌專用的遊戲機 那這兩款 都有HDMI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這兩個在同一個卡帶上面 出來的畫質 然後 在原來的機器上面 我們也準備了兩個 一個是RGB的線 一個是三合一 是X端子的訊號 那兩個頭都一樣 但是這個RGB的 是給超韌專用 三合一是給超韌 N64 GameCube用的 他們長得好像 對 他們長得 一模一樣 對啊 那你要問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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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能分辨這兩條線哪裡不一樣 雙斷 那你要問 喔 你要做 你要問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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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問我啦 他們兩個 你是怎麼分出來的 我沒有辦法分出來 它是有什麼不一樣 RGB這個只能超韌用 那如果說我接錯了 我就知道說 喔 這條別的機器不能用 嗯 好 那其實 聰明 我以為你有什麼很高級的分辨方法 喔沒有 結果是 就插上去 阿沒有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有啦我們把畫面接出來 你就會看到其實它有一些 顏色跟亮度上面的不一樣 好 那迷你機 因為裡面是模擬器 所以已經把畫質調到最完美了 所以這些卡帶長出來的畫面呢 是不能跟模擬器比啦 那因為用擷取卡把它錄下來呢 會跟你在電視上看到的有點不一樣 顏色上 或是亮度上 會有一些落差 大家 來看看 有一些 畫面上的差別 好 請看 好 首先我用Hepkin兩台超韌的遊戲機 來試一下 HDMI輸出的畫面 那左邊這邊是三合一 右邊這個是超韌相容機 那在顏色上面的差別呢 就是 在濃淡上面的一些差異 那亮度上面是一樣 那就是在 顏色上面 我會覺得 右邊這邊相容機 看起來比較舒服 那這個卡帶已經持有 三十幾年了 能夠在這樣的 HDMI輸出的機器上面看到 會覺得說 以前這個卡帶我怎麼不覺得 它有這麼漂亮 然後在相容機上面這邊看到的顏色 會覺得說 比我想像中的這個遊戲卡帶 原來的那個印象呢 是要更漂亮一些的 雖然它銳利度呢是差不多 那也可能比不上模擬器 可是它在大畫面上面的呈現呢 看起來是舒服的 在遊玩上的感覺 會覺得 玩卡帶呢 會比玩模擬器來得有 復古懷舊的心情 也會喚起一些朋友跟親人一起玩的 以前回憶的感覺 其實三十幾年前的遊戲 現在再重新看到這樣的呈現 以前 超韌就把遊戲畫面做到這麼的極致了 現在也很難有這麼舒服的遊戲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超韌主機 我們左邊用超韌生合一的S端子線 然後右邊是用超韌RGB 那兩個上面的差別呢 我會覺得說 在S端子這邊呢 它在亮度上面呢 會比較亮 在飽和度上面呢 是沒有RGB這麼飽和 但它在亮度的呈現呢 是的確比RGB來得亮 所以它在一些 可能需要細節上面 才看得到的 它會選的特別的清楚 但是RGB這邊的呈現呢 它的顏色跟亮度 它是比較穩定的 這種穩定的感覺 很難用言語來形容 也就是說 它在閃爍上面的程度 可能在擷取上面 是看不太出來 但RGB是比較穩定的一種顏色 那S端子呢 它就是在亮度上面 跟顏色的分別 有明顯的區別 但其實看起來都不影響任何遊玩的過程 就是在大畫面的呈現上面 是不影響的 所以如果你的主機還能用 其實你可以選超人的RGB 或是超人的三合一 都能夠符合你現在使用 易經螢幕的需求 接下來我們把Hepkin的兩個遊戲機 跟S端子RGB的四種訊號 組合在一起看 那你也可以隨時把它暫停下來 看看它有什麼樣的差別 其實用擷取下來的 真的是有比較失真 當然沒有比較就沒有受傷害 但我也不覺得說這樣的一個比較 是傷害了誰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顏色的呈現 都是能接受的 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大概就是在顏色的濃淡跟亮度上的差別 那在聲音上面 只是它輸出的音量 一些細微的差異而已 不管你用原機還是用Hepkin的遊戲機來玩超人的時候 都不影響你的遊戲過程 那最後我們把迷你超人這個畫面也放進來 那迷你超人它遊戲機呢 並沒有辦法16比9 它底下是會稱一個底圖 讓你用4比3來呈現這個畫面 那所以我把所有畫面都弄成4比3來呈現 那如果說你放大來看這幾個畫面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迷你超人它就是個模擬器 它把畫面給畫質跟亮度所有的顏色呢 都是調整到最原始最銳利的狀態 就是顆粒非常的分明 跟我們用卡帶呈現出來的720P呢 是不太一樣 因為它畢竟是模擬器 它可以給它輸出到1080 個人也蠻喜歡這種很銳利的感覺 只是說你可能也不會去買超人的迷你機 它迷你機只有21個遊戲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改機去增加它 這個我們就不說了 所以不管說你有超人原來的主機 那你現在還可以玩 還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起玩的話 你可以用RGB的線 你可以用三合一的線 在大螢幕上來呈現跟遊玩 還是說你想要有一個更方便的選擇 就是用Hepkin的超人相容機來玩超人的遊戲 這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本身就是HDMI輸出的 你不用再轉換線 當然如果你有原機 你就用原機玩 那你沒有買過超人 你可以考慮一下超人的相容機 那現在一些燒路卡也很方便 網路上買一下相容機或三合一 都能夠吃這些燒路卡 簡單的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五種畫面的呈現 那其實每一種都有它的差異性 但其實玩起來真的都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我自己突然心血來潮 想要來做一下這種比較 每一種在HDMI的呈現上面 我是覺得都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畫質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其實主要的是在遊戲帶給我們的一些回憶 跟我們玩的樂趣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 謝謝各位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掰掰 今天就應該會抬動 每一種月都都買了 今天的影片 你很喜歡